這也是一顆行動電源 要是我手機沒電了 我可以馬上拿來充電 但要是今天沒電的是整個城市呢? 今天讓我們來聊聊被認為極具潛力 支持輕能發展的電轉器儲能系統 將電力儲存在某個裝置 並在需要時提取 這就是儲能 想像一下你家的水塔 在油水的時候將水存起來 遇到停水的時候 讓你不會馬上無水可用 在電力系統中儲能非常重要 它能在用電低谷時儲存電力 在用電高峰時加入電網 起到調節的作用 當風電、太陽能 這些看天吃飯的再生能源 在電網中的佔比提高時 儲能系統可以讓電力調度更有彈性 儲能裝置有許多種不同的類型 將電能轉化為動能、衛能和化學能 常見的有抽蓄水利儲能 便是在離風時將水抽蓄到 地勢較高的蓄水庫 在需要電力時 利用水從高速下流所產生的能量來發電 而我們常用的鋰電池、千酸電池等等 則是將電能轉化為化學能的形式儲存 在走向零碳電力的道路上 除了找到對環境友善的發電方式之外 儲能系統也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而電轉器 Power to Gas 是近期相當受到重視的儲能技術 電轉器指的是將多餘的電能 拿來電解水產生氫氣與氧氣 然後以氣體形式儲存能量的技術 電轉器所產生的氫氣可以直接利用 也可以與二氧化碳結合 轉化為甲烷 然後送入天然氣網 2022年4月19日 自然通訊發布了一篇新研究 計算了電轉器利潤模型中 設備的氣與電轉換效率 氫氣實價、電價、生產、輸送 和設備建置成本 認為電轉器在風電、太陽能等 再生能源佔比比較高的區域 已經具備經濟可行性 並指出未來的 可逆式電轉燃料汁固態氧化物型儲能系統 有可能成為低成本與高效率的 再生能源儲能系統 那為何氫能會被認為是 潔淨能源和淨零碳排的希望呢 到底什麼是可逆式電轉燃料汁固態 氧化物型儲能系統呢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氫能 和它的現況如何 It is time 這一次烏克蘭機械模型團隊 為Time for Machine 再創神人機作品 DIY的電子腕錶套件 時間領航者 大表鏡的發光表面 除了基本的秒時日月年設定外 溫度、濕度、氣壓等 實用環境數據一應俱全 表面有一個微調鈕 能調節顯示亮度 表身選用304不鏽鋼材質 呈現迷人的金屬光澤 配上方形鏈結的寬錶鏈 外觀復古、時尚又有個性 一線聲絕對是目光與話題焦點 行動嗎? 想擁有一支特別的錶款嗎? 范科士及獨家齊爾哲特惠 等你來打造自己的專屬錶款 氫 佔元素週期表的頭箱 原子序為1 是宇宙中最豐富的元素 不過在地球上 大多存在於化合物中 像是水、甲烷、碳水化合物等等 只有少數以氫氣H2的方式存在 而以氫氣當燃料的發電方式 極為氫能 跟化石燃料很不同的地方在於 氫能燃燒後只會產生水 不會有二氧化碳 而被認為是零碳或低碳能源來發展 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 並不是所有氫能都是零碳的 關鍵在於自備氫氣的方式 是否會產生衍生的碳排 因此 雖然氫氣是透明無色 但在氫能領域 會以顏色來區分氫氣的來源 由碳氫燃料重組 所獲得的氫氣叫做灰氫 透過煤氣化、熱烈解、水解等方法 獲得的氫氣則稱之為核氫或是黑氫 而在氣化或蒸氣重組過程中的碳排 透過碳補桌風存 在這樣過程當中產生出來的氫氣 則稱之為藍氫 那麼如果利用再生能源來電解水所製成的呢 我們稱之為濾氫 除了上述最常聽到的這些氫 其實還有許多其他顏色的氫喔 例如以核能電解產生的 稱為粉紅氫 也被稱為紫氫或紅氫 利用甲烷熱解 會產生氫氣和固態碳 這樣子我們稱為藍濾氫 要是利用太陽能電解制氫 我們則稱之為黃氫 還有直接利用天然存在的氫氣 這稱為白氫 除了把氫轉成甲烷導入天然氣網之外 利用氫燃料電池功能 也是用氫的重要方式 將化學能轉變為電能的氫燃料電池 它的原理與一般的電池相近 許多火箭也是利用液態氫作為推進燃料 因此發展能直接利用氫燃料電池的交通工具 與機具也是重要的方向 截至2021年正式上市的氫燃料車 有2014年的Toyota Mirai 這是第一台量產的燃料電池電動車 此外還有現代的NEXO 跟Honda的Clarity 雖然全球有超過30個國家 已經建立了國家氫燃料車滿街跑 家家戶戶可以直接利用氫燃的未來 還有很多關卡 除了設備的建置 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之外 原汁大學燃料電池研究中心主任翁芳博 他認為目前氫氣的成本價格 會因為產氫時的碳排量 以及產氫時的量產規模 氫能的運送成本 以及氫氣純度的需求 而有不同的差異 造成目前的氫氣市場有多種價格 目前市場上90%以上的氫氣來源 是化石燃料 雖然將水電解產氫 已經有成熟可規模量產的技術 但實際上只在少數情境中有經濟效益 例如再生能源很豐沛的地區 因此整體來說 還沒有達到產業競爭性的經濟規模 台灣要發展電轉器的限制在於再生能源比例偏低 沒有多於再生能源電力能供應電轉器 因此濾氫的價格偏高 同時氣轉電的價格也偏高 然而源自大學機械系教授鍾國斌他認為 雖然短期的大環境不利於電轉器儲能技術的發展 然而對於氯儲能與氯氫有大量需求的產業 像是半導體產業的台積電 與鋼鐵業的中鋼 他們都將率先投入採用這個技術 中長期將由儲能業者用這種技術取代部分鋰電池儲能 由於火力發電短期內還難以被取代 天然氣混氫或燃煤混鞍等等藉由混燒減少碳排的技術 是加速降低碳排的選項 台電最近與西門子能源公司 簽訂了混氫技術的合作備忘錄 目標是在2025年達成星達電廠氣窩輪機 混氫5%發電 另外他們也與日本山林重工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預計要在林口燃煤電廠進行5%的混鞍作業 身為乾淨能源發展之心的氫能 吸引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德國等多個國家 制定了氫能發展藍圖 台灣的國發會在3月底公布的2050淨零排放路徑中 也納入氫能源為12項關鍵戰略之列 宣示將推動進口、濾氫及再生能源的餘電產製氫能 此外也有許多企業投入資金 想加速讓氫能應用落地 比如比爾蓋茲創立的突破能源基金 他們旗下的The Catalyst Program 催化計計劃 這個計劃於2021年6月啟動 期望在2023年中募集到30億的資金 推動包括綠色氫燃料、永續航空燃料、能源儲存 以及碳補級技術等4項不同領域的技術 但不是所有人都那麼樂觀 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的創辦人馬斯克 就對氫能吃之以鼻啊 他在2022年5月的未來汽車峰會上表示 作為一種儲能手段 氫能是我想像得到最愚蠢的儲能方式 他認為液態形式的氫能需要很大的儲存槽 更不用說氣太輕了 而且電池水產生氫的效率很差 毫無未來性 馬斯克批評的問題正是氫能支持者想要突破的發展限制 一來氫的來源需要更乾淨、更有效率 再者是要有更低成本和穩定的儲清方式 這些問題解決後 氫能走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時間點才能提前 看完這集 你對氫能的想法是什麼呢? 是值得期待、迫不及待、想用用看? 還是在能有經濟規模之前 先持保留態度呢? 或是你認為這根本不管我的事 反正我也活不到能實際使用的那一天呢? 或是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記得訂閱偏賽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新資、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